Leyo聊世紀天天都不信 大家好 我是Leyo 今天來看伯根帝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灌木林地圖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 所以是一開始封建時代 文明是伯根帝人 我們先來看一下伯根帝人Hera選擇的文明 伯根帝人最大的特色是黑暗時代開始 就會點下易農銀幕 那封建時代就可以點惡幕 所以可以看到開始 Hera一上去就是點惡幕 這樣他的經濟加持就會開始 這邊有個關本獸 這個本獸關的不錯 Hera這邊應該是覺得自己有機會戳到 一槍搞定 這一隻肉馬差一點就再多一刀就死去了 倒成肉馬很可惜沒有活得下來 但是他是肉馬開局 又按了一隻肉馬出來幫忙一下 那伯根帝人他是擁有速成遊俠的文明 這個馬舟科技是半價的關係 到帝國時代很快可以升到遊俠 而且城堡時代就可以升級重裝騎士 也到帝國時代就可以升級遊俠 但是到了帝國時代他一樣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遊俠的血量會稍微弱一點點 那伯根帝人也是可以打火槍火炮的 有這個傷害加成 這隻村民有點危險 到底有沒有機會抓掉呢 看一下 那後期的火槍火炮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 那伯根帝人整體打起來還是比較偏向於走騎兵路線跟步兵 攻兵路線稍微不行 但是後期也有這個革命一波流 把自己的村民變成國來民民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西班牙人 那西班牙人跟伯根帝人一樣 都是有火器加成的文明 那西班牙人則是火器單位有攻速加成 但是西班牙的征服者沒有 但是他的火槍火炮都有這個攻速加成 所以用起來還算是挺好用的 當然西班牙人主要後期的路線還是走遊俠 我都想要配西針或是配槍兵 都是一個西班牙人後期比較常見的打法 那西班牙人除此之外 還可以打這個三種垃圾兵的打法 大洛馬是全滿的 戰寶兵也是全滿的 槍兵也是全滿的 而且每生一個科技史 會獲得20黃金 不管是織布技術 或是什麼一些伐木 微博 經濟科技 都是20黃金 那兵工廠則是不需要消耗黃金 就可以研發科技了 所以這邊點肉也可以換黃金的概念 所以DOT這邊的經濟 應該會比博恩帝這裡 省下更多的黃金 雖然產出來說 博恩帝人可能還是有 先升級經濟科技的優勢在 但是到了後期來說 DOT的總黃金資源數 應該會比HERA這邊還要更多一點 但是如果兩邊都是打的5塊才會這樣子 當然還是要看誰控的黃金地點更多 誰會更有優勢 好 那這張地圖一樣 生物的部分是分布在走道的部分 那這個實質路呢 都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所以大家就算圍架 也只能稍微圍一下 那這個路是沒有辦法圍死的 一定會有一個開口在這邊 讓第一任通過 所以通常這個開口 都會在這高地附近 蓋一根城堡 去做一個高地協防的動作 這個地方也可以 好 那到達果然一蓋城堡 先把一個城堡蓋在這個路口處 這邊城堡一蓋好 就可以開始出西班阿征服者 點下了跟蹤技術 品種也點好了 待會西珍出來就會開始燒了 那這邊要趕快開下城鎮中心 趕快開農 那之前MBL對上HERA 也是在這張地圖時 完全不種田 全部從頭到尾吃果子 雖然還吃贏了HERA HERA雖然贏了2萬資源 卻是輸掉了比賽 那我們這場看一下 HERA這一場會不會多多利用果子 還是覺得果子是酸的 不吃 有可能 因為這個果子很酸 所以吃的很少 採集資源速度比較慢 其實種田是比較快的 但是到達這邊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有看到那場比賽關機 開始也吃起了果子 看來直接選手們 為自己的打法也做出一些改變了 雖然大家都知道吃果子速度慢 但免費的還是最香啊 好 這裡牧區有個洞 待會也要補一下 不然把這裡牧區堵起來 兩邊封建時代沒有事 兩邊都升到了城堡時代 接下來就要來看一下西班牙征服者 會不會能做到一些事情 那這邊道成西解術的很好 三隻西珍出發 因為只要三隻西班牙征服者 就可以集火點射一隻村民了 如果三發子彈都有打到的話 所以這邊有個細節做得很好 好 戰毛兵出來 先打這些肉麻 這個肉麻已經有品種了 血量有65滴血 好 西珍過來 但是Hara這邊已經早就準備好生旅了 招翔 還好這裡有補這個洞 但是還是被病死了兩隻 結果生女沒有第一時間著想也要倒地 Hara這邊一開局就有點小小劣勢 好 但是已經轉出了戰毛 還行 由於可以提前研發一個科技的關係 現在經濟已經領先了大概600多的資源了 好 道特這邊也是直接開4TC 大量吃果子 看來道特有看到那場比賽了 打這張地圖 走吃果子路線 也沒什麼種田 田就稍微種一下 一死一死一下而已 那這樣的話確實可以省下非常大量木頭 可以更多村民去吃這個果子 好 免費的最香 趕快利用這個果子群 不知道凡人客打這張地圖會有多強 瘋狂吃果子 肉非常多 可能木頭也不太需要啊 好 這裡撞到了正面隊伍 這毛兵扛了一下傷害 好 道特這邊應該是不要想用西戰去正面硬撞 可能要轉個什麼輕騎兵或是肉馬 後來打下戰毛兵啊 自己走位一下 開發 躲掉 再點射一下 唉唷 打到囉 戰毛兵有傷害了 好 黑拉這邊有彈道學 所以戰毛兵會很準 還是擊殺掉了一隻 第二隻 第二隻 拿下 好 道特這裡有點尷尬 戰毛兵有點麻煩 用其吃的話還會被勝利招降 但這邊戰毛吹進出來 是為了要去撿生物 好 道特這裡有一個兩隻村民 想要來蓋 工程器製造所 但是被戰毛兵給發現了 而且還有一隻獅子王 在追村民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要刪除了 好 右邊又有三隻犧牲 來一個左右開攻 但右邊也有 HERA的少量單位 在這邊走來走去 好 犧牲 用點發的方式 終於點掉了一些戰毛兵 好 最後戰毛 最後一隻也要倒下 好 這兩隻村民有點殘血 獅子還在追 大地之母擊殺加一 獅子雙殺 哇 最後是由獅子拿下兩殺 OK 好 HERA這邊點下帝王死蛋 這一波犀增進去 砰了一下 擊殺到了七隻村民 就HERA一隻村民現在都沒有擊殺掉 這兩隻村民被獅子給咬了 好 這裡犧牲 被招想到了一隻 這裡可能要倒光了 右邊再繼續補果子 好 種田真的是比較快 這邊倒特瘋狂吃果子 還沒有辦法點帝王死蛋 那也有關係 是因為西班牙征服者出的數量比較多 但資源總數看起來 倒特確實還是落後非常多資源 已經落後了2200資源 好 這邊可以看到生物的黃金產出 現在倒特的產出是比較多的 282 287 黃金在慢慢生產當中 HERA這邊是 才剛來到了100生物的黃金之眼 右邊城堡 鎖了一根 不再高地 待會要來控一下這兩塊礦區 倒特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了控圖時期 但是地龍時代 博文帝人 這裡要抉擇 要打 游俠 還是要打火槍火炮 槍兵陣地戰 好 博人馬舅 應該是要打游俠 那這邊重裝騎士 可以趕快升級喔 欸 結果是要補 馬上清裝兵嗎 這裡不升重裝 我想說是不是要補 但是 欸 難道是要馬上清裝兵配游俠了嗎 一次升級兩個路線喔 這樣黃金不知道會不會 消耗得太嚴重 好 鎖毛兵從左邊過來 控一下地圖 這隻村民有看到 好 倒特這裡 依舊是 不去 點下農田科技了 繼續吃果子 吃好吃滿 到處開TC吃果子 好 這裡希望正負責往前 現在馬上清裝兵數量不夠多 現在要趕快量產 自己的軍事起來 還是走游俠路線會比較好 馬上清裝兵雖然特色夠 而且傷害也很高 但是數量要起來才會搶 這個單位就像是邊劍兵一樣喔 數量多才會搶 那要等數量起來的話 其實很困難 因為這個就要靠城堡才能生產 那現在石頭現在被控制的關係 只有一根城堡 要有阻力的話 還是要先靠自己的遊俠 好 鎖利被火槍吃到殘血 挽回拉 戰毛兵還是多安一點 點下了化學 三級射也可以補一下 左邊的戰毛怪 慢慢推過來 但是倒特早就轉出了輕奇兵 這一坨戰毛兵應該是大難零頭囉 但是現在這碗兵射一法還有兩滴血 選擇不離 走路過去 倒特這邊還在用拉打 OK 擊殺掉了非常多單位 十二隻單位了 再開一個新的魔防 繼續吃果子 好 遊俠 過來很快就點下了 又遊俠的話 可能就會好打一點 左邊這邊控圖 控圖完了可以趕快繼續來蓋採礦地 倒特這邊經濟非常非常好 這個居然可以轉入多肉馬 待會大羅馬要不要補一下呢 好 黑羅這邊經濟更是比倒特更好 贏了五千資源了 好 這裡補了一個一級農田 農田稍微補一下 之後還是要繼續吃果子 好 遊俠的話 還有一分鐘 先點下了銀貫科技 果本地 葡萄園 那這樣種田的話 就可以慢慢產生黃金了 看看城堡蓋好 又登到雪 射得很準 擊殺三匹馬 衝了進來 倒特這邊三級馬卡 已經升級上去 這些僧侶也有點瑟瑟發抖 趕快扯到城鎮東西裡 但是倒特家裡的兵並不多 新奇兵還是抓到了一些擊殺 好 右側戰毛兵配重中騎士 給倒特一些壓力 西班牙征服者先往後撤了 好 倒特點下了銀貫金貫技術 霸權 霸權科技點下之後 待會村民就可以當成戰鬥部隊來用了 而且生存能力可以大幅提升 速成遊俠 血量160滴血 攻擊力一樣 14加4 防衛也是3級 就是血量少了20滴血而已 那倒特看到這個情況 對方有遊俠 自己要轉槍兵嗎 還是要遊俠硬碰硬呢 好 這邊倒特果然是要轉遊俠硬碰硬 男人就是喜歡一點剛硬的東西 例如男人 好 那補貫地人 這裏點下了三級馬凱 增兵技術也點下 轉瓦技術也升級上去了 好 射箭場 這裏再補下了 看來戰寶兵還是可以繼續出 好 左邊這邊七級兵多線燒老 再來一波 就重了進去了 但是史上奧地的慘重 好 遊俠往前 戰寶兵也往前 想要抓掉一些西班牙征服者 劇情偷司機架起來 開始攻城 戰寶兵還在流往之前 可以再追 遊俠守司城堡 送你直接撤 哇 這個火槍要解這一坨遊俠真的是解不掉 一來 硬碰硬 遊俠升級好 三級攻還有30秒 好 這裡火槍很賣力 最後火槍好像快要解不掉 哇 遊俠攻擊速度就是快啊 好 往前 上去衝刺 好 看起來 遊俠部分 硬碰硬還是給力了 一百八十血的遊俠 對上一百六十血的遊俠 我們地人能夠靠著自己的經濟優勢 打出優勢出來嗎 但是這邊遊俠也是一波衝了進去 衝到背 哇 這裡再也不是清奇兵 而是一坨遊俠衝擊起來 砍村民 HERA家裡一片混亂 後面攝影到上下 補下一個新的城堡 浩特開始從左邊開始控兵 這名遊俠被招搶到了一隻 兩隻 搞定 這裡有更多遊俠 開始防守 好 家裡有些遊俠 開始回來防守了 但是HERA的寸數還是下降到了一百三十三寸 浩特的寸數還是領先當中 好 在這邊補下一級射 左右兩邊要繼續補遊俠嗎 好 這根城堡拆除之後 這個黃金暫時沒人踩 現在是控金環節 誰能控到最多的黃金 誰就優勢就更大 好 那目前看到 西班亞人 黃金的聖物產出現在是一千塊 伯根蒂是八百 但是伯根蒂有伯根蒂葡萄園的關係 所以這個會再加兩個聖物左右 所以實質上待會生物產出應該是一千六塊兩千 好 但是要打到中後期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點槍兵出來打 沒有槍兵的話 打這個遊俠作戰 可能會越打越吃驚喔 轉一些槍兵出來不期作戰 所以以推進來說是會更強力一點 跟全遊俠是不可能一直爆下去的 除非你打秘技阿 資源無限才有可能 好 那實戰上來說的話 轉槍兵來打 打前線會更好打一些喔 好 左邊有遊俠 兩邊遊俠狂噴 左右兩邊遊俠激情碰撞 左右兩邊遊俠激情碰撞 倒他的黃金術好像不是很夠 遊俠已是按了一些之後 開始轉出了級兵 哇 好久沒有看到兩邊遊俠互撞的畫面阿 好 遊俠繼續抵 但是道特往前有補了一根城堡 開始要進攻了 還補下一些軍營 好 消耗戰最後應該是右邊 道特應該要轉槍兵才能擋得住 Hera這邊要開始考慮要不要轉火槍了 這裡轉點火槍打槍兵遊俠都有不錯的傷害 而且火槍兵還有額外增上效果 遊俠也是蠻棒的 好 這邊直接往前衝 遊俠直接突破了槍兵的防線 好 繼續進攻擊 繼續開拆 道特又有一波遊俠衝進來 Hera這一波動裝 不是動裝 這個遊俠開始在拆軍營 右邊的槍兵產能可能會消失 好 裡面又被屠殺一些村民 這一波Hera又受到了經濟損傷 道特直接無視這根城堡 往前塗路 家裡用槍兵手巨頭 戰術打法相當明確 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那道特這邊是繼續選擇了 槍兵加油俠 那選Hera這裡還沒有轉火槍 剛才對於火槍覺得不太需要 好 但道特右邊的黃金被控住了 這裡開始危險了 但是道特這邊要補更多的軍營有點困難 但是道特這邊要補更多的軍營有點困難 好 旁邊這堵遊俠被控制住了 好 要繼續衝嗎 道特的黃金已經快要沒了 庫存不到100黃金 還在努力按遊俠 好 開始逼腿 但是Hera這裡也是按出了槍兵 這些槍兵還高打滴 戳個四下 就可以收掉一隻遊俠 好 但是沒有高打滴的話就還好 遊俠還是掉了一些數量 好 火炮趕快收掉 好 正前方的軍營投司機被火炮給拆掉了 有火炮的話 道特應該是很難進攻 還是要轉火炮互丟呢 好 這波遊俠直接穿越了兩根城堡 欸 這裡村民是 剛剛是想要去打火炮嗎 但是走到一半又挽回啦 看到遊俠只能撤 槍兵趕快按數量 好 右邊這裡一致展開 想要抓挖進的戳屏 但是被Hera的Creed Walk 直接被絞殺了一些遊俠 哎呀 遊俠只剩下少量的六隻 這裡又有一些槍兵過來擋一下 我戳了幾下 哇 這個遊俠死傷速度有點快 Hera跟道特兩邊都是遊俠策略 現在就是在屏誰能控到更多的黃金 好 這波遊俠要往前衝 先衝抓掉火炮 自己就有機會可以開拆 但左邊遊俠的數量明顯不夠 好 右邊的槍兵開始吐嚕 黃金炮 好 這波槍兵先往上衝 遊俠想要從後面繞背 但是Hera後方已有槍兵預備隊 這個預備隊成功擋住了 道特的遊俠衝鋒 這一波衝鋒失敗 選擇往後側 重整隊形 但是一扛著城堡傷害 再打射面 道特這裡明顯數量不夠 Hera這邊遊俠一字排開 拉了五字遊俠衝到後排 但是被火炮直接收掉 遊俠直接扛住了前線 好 再來繼續扛 但是繼續打下去的話 Hera應該是有優勢的 應該不需要撤 因為你要往前 才可以去控制敵人的城堡 好 我怕在前方有點危險 好 床兵在旁邊 忍著 好 這裡有點草妖治療 看一下這個遊俠有沒有危險 好 破關地人 點下了二級的步兵甲 第三級的步兵甲也準備升級上去 終於要把鎧甲也升好了 剛剛沒有那麼多鎧甲 就可以打這麼久了 好 兩邊基本上科技是該點多點了 黃金數量兩邊都還夠 暫時還能打 好 這一波往前 游俠上前 槍兵也往前 兩邊的游俠對撞 但是對方槍兵數量有點多 道特槍兵第一時間被收掉 只剩下游俠再輸出 對老蛋馬上捧下一些 槍兵往前 看起來 道特要全面崩壞 道特這一波游俠又送光了 前方的槍兵數量太少 被對方打出了優勢 道特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Hera拿下比賽勝利 最後道特跟Hera 兩邊都出了超過100隻的游俠 在以阿博正常來打的情況下 要出到100隻游俠相當不容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Hera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的部分也是Hera 贏了大概快6000黃金了 這就是博溫帝葡桃園的威力嗎 果子的部分到了後期 道特還是選擇了種田 因為到了後期果子也變少了 只有穩定的農田才可以穩定自己的肉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